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很微妙了,赶在黄晓明卑鄙紧急公关后,真是太巧了,正好蹭了一波热度,为新剧做宣传了。据悉,紧急公关事迹《并颠不是海棠红》之后,导演惠凯动与演员黄晓明的再次合作,而黄晓明自《并颠不是海棠红》之后,就去由成功,又俘获了一大批粉丝。 紧急公关作为一部社会话题剧,主要讲述的是危机公关专家林钟说,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智慧,在解决诸多棘手的社会公关事件的同时,以现实案例,淬炼自己,在不断的自我反省和完善之中,获得事业的成功和美满的爱情的故事。 该剧内容涵盖职场、情感、教育、家庭等多元社会话题,有深度,也有广度,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追剧体验。 剧中饰演林钟说,黄晓明是冷静理智,不爱常理出牌,出其不意地解决了许多公司的危机,业务能力强,果断坚决。 从剧照和预告片来看,小明哥的霸道总裁为好农养,看来这回在剧中,黄晓明又要霸道总裁上线了。 对于黄晓明而言,他最近几年拍摄的作品,还是非常挑剔的,能够让黄晓明入组的剧作。 其剧本质量应该不会低,小伙伴们可以期待一下。 而蔡文静在最近热播的《阳光之下》中风陀正盛。 无论是彭冠英还是蔡文静的演技,小编都想给他们很高的分数。 这两人完全就是小说中走出来的不慎情跟阿言,真演出了人物的精髓。 目前阳光之下,现在没有播完,蔡文静另外一部新剧就来了。 蔡文静饰演许文文,通过自媒体手段,披露社会问题,弘扬正气之风。 遇到公关行业的林中硕,黄晓明是,两人心灵相惜,最终走到一起。 从剧照来看,他中分长发,干练十足,非常有职业女性的感觉。 小编已经等不及想看了,相信在柯营之后,他又会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角色。 你们期待这部剧吗?欢迎留言分享哦。 声明,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果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,谢谢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